大家好,我是真君,大家好,我是妮妮 我们今天两个人就来针对我们上条视频发的很多评论区的质疑 然后再做一个简单的回应 第一个质疑,为什么40多天后我才回应蜜堂 我们8月15号蜜堂发视频,加上其他的主播盲目跟风 导致呢,我和妮妮两个人被骂 本来想着稀释宁人,所以说在16号、17号我们就进行了直播道歉 但是他们不接受 然后呢,我和妮妮又在8月19号做出了一些回应 妮妮当天晚上想不开,做出了一些极端的行为 像模仿这种行为,我道歉,我确实不应该这么过激 然后当天晚上呢,我们就去派出所进行报警了 然后当时是这个所长,开了我们四个人差不多近两个小时 我们四个人也听进去所长所说的话 就是不要去计较网络上的流言蜚语,然后要向前看 所以我们才在8月24号发布视频说要向前看 不要再去想这些事情了 谁知道8月28号,他们就发了一出校园霸凌剧 视频中指桑骂槐 评论区都可以看出来暗示的就是我们欧外家族 真的是忍无可忍呢 8月29号我们就再找警察去做了笔录 阐述了这次情况 可是当天没有立道案 直到30号,警察打电话过来说 受案了,受理了 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去签了字 然后又是漫长的等待 期间我们也是打电话问过警察叔叔那边的 因为是跨省嘛,加上又是网上 取证和拔案的过程都是非常漫长的 对,没有你们想的那么轻松 维权哪有那么容易啊 然后呢我们两个人就只能等啊 可是网上对我的恶意评论还是不减 这段时间因为这个事经常提前下播 然后视频也做的非常敷衍 我相信我的粉丝应该也有看到 你们口中所谓的过去了 只是那些主播没有再发视频了 造成的恶意影响一直在 我的评论区一直在被恶意带节奏 还有我们直播间也是 就没有停过这段时间 如果说我们两个还忍着 是不是太窝囊废了 对啊,我们就应该 就要活该受这种委屈是吗 最近他人苦,莫劝人善良 这件事当中我们三个人都有错 就是没有谁是无辜者 这点我是非常的认可的 你呢?对,我也认可 这段期间呢我和林丁两个经常跑警察局 因为我觉得遇到这种事情去找警察 我觉得警察肯定是帮我们主持正义的 后面呢警察也的确是给了我几个 就是造谣生识者的用户ID的一些身份信息 并且警察也跟我们说 他们会去联系这个官方 对那些恶意造谣的用户ID 进行封号的处罚 所以说我们就一直在等 一直在等 就直到等到9月份 这快要完的时候 就才得到这些消息 然后我们两个人才想着去做视频 明白了吧 公道自在人心 法律会给我们一个好的回应 那么国庆过后呢 我会让律师向人民法院提写诉讼 这是我要给粉丝的一个交代 这也是我之前说过很多次 我会给粉丝们一个交代 这是我们最终的回应 他跟风的主播了 我们已经不想回应了 不想和你们做无谓之争 你要是问心无愧也行 首先谁对谁错 不是我们说了算 警察的原话 他说我们三个人可能都有错 只是看谁的过错更大 同时造成的后果 这才是重点明白了吧 对你们能不能搞清楚重点啊 重点是这群人 带来的影响跟后果 为什么你们就不能搞清楚重点呢 所以那些觉得这些事是小事 可以不用追究其责任的人 我真的是无法理解 我也不理解 但大受震撼 我们肯定是需要把这个事情说出来 让所有网友都知道啊 我呢也会让这些网爆者 获得应有的惩罚 不然谁都可以在网上胡言乱语 恶意重伤 然后造成了恶意后果 也可以高枕无忧 我觉得不会姑息这种行为的 对 然后这个问题你不应该去问蜜糖吗 嗯你不应该问他吗 不是他先发视频的吗 对啊不是他8月15号发视频吗 一群人发 我只不过是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声罢了 明明都是他们一直在闹 怎么就变成我在闹事了 他们有放过我吗 这40多天我的直播间和我的评论区 全都是带节奏的 我就要默默承受着吗 40多天我正常更新视频也没有用 哎就真的太难了 我跟你说一下8月30号 我在警察做笔录的时候了 当时因为警察想当合适了 就给蜜糖打去了电话 结果是蜜糖老公接的 第一次呢他老公直接挂的电话 然后警察又打过去第二次 然后就警察说 这个事情的话 希望能够私下和解 然后你知道蜜糖老公怎么说吗 我们不继续私下和解 请让他们起诉我吧 所以我能怎么办 8月12号这个蜜糖 就没有回过我的微信 然后8月18号 我也给他说我没有亲身念头了 希望你不要再继续了 他一直没有回复 所以我是没有私底下去联系他吗 明明是他不回我 我们没有想过好好私下解决吗 我们想放到网上来吗 是谁要一开始放到网上的 本来这个事就像你们说的 就像我当时8月24号 发的那条视频说 就是青州已过万重山 大家就不要再去计较了 可是他们四个 步依不劳 发了那个校园霸凌的剧情演绎 于是又开始呢 把我们四个人比喻成恶霸 把他们比喻成受害者 引导错步的舆论 所以你们觉得 我们是要把这些事情 都憋在心里面 闷在肚子里面 不让说出来吗 对 你们不要太双标啊 真的 如果我这次轻易放过这些网爆者 那我是不是姑息养间 中风的主播 我们不去评判 我相信警察 相信律师 相信法官 你们私底下在自己的粉丝群 怎么议论我们都不在意 但你公开拿到网上来说 那我们就会起诉 说到做到 昨天的视频 那些说的不是爆你的黑料 我是说你这种行为让我寒心 让我把你从朋友变成了普通人 明白了吧 嗯 而且我的视频里面也在强调吧 我说是你做的这种行为 导致我们对你寒心 从此不再是朋友 而且我没有说过你不努力啊 我们一直都说你很努力 如果不是你跑到那个儿子直播间年迈说 把我当成无话不谈很亲密的关系 那那些路人会认为我是在被刺你吗 所以说是你一直在网上给所有人强调 我们是亲密关系的朋友 但是我们两个压根都不是 所以我要说的是这件事情 明白了吧 对主要是你还和他们那几个主播年迈说 你为什么不自己说呢 你为什么要和他们说呢 那主播人这么多 那影响力就是很大的呀 你不考虑这个影响力和后果吗 我这个不是很理解 你去年被网报 不是我和你你两个人造成的 你关我们屁事啊 最后声明 昨天网上流传出我通过非法途径 获取别人的身份信息 这是谣言 普通民警肯定是无法提供的 我这是报警并收案了 办案警察给我的 我不会通过曝光别人的身份信息 去要求别人删视频 我的原话是 不要在网上发布恶意视频 诋毁我的声誉 如果还继续我就采取法律手段 而不是说你要是不删视频 我就去曝光你的身份信息 这种违法行为我不会去做 这是我的声明哈 你们也能看见我从未在网上公开 这些人的身份信息 这里我给大家科普一下 起诉网络上的喷子 是需要对方的身份信息 我非常感谢警察的援助 让我省掉起诉平台的步骤 所以不是非法手段获取 大家切勿相信这种谣言 最后多说无意了 我们就一起等法院判决书吧